笑话,中国篮鞋拒绝承担责任 周期裁定事件意外反转 球迷大跌眼镜,姚明备受质疑 大家好,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期视频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南篮 聊聊近期咱们南篮球迷所高度关注的 关于周期个人去向的裁定问题 那么想必在昨天 广大球迷也一直在期盼着周期事件 能够迎来一个盖棺定论 因为根据此前 咱们国内著名解说员苏群 他的最新爆料消息 体育总局将会在昨天下午的时间 去给出周期的裁定结果 但是呢,在昨天我们看到 周期相关事件并没有迎来一个盖棺定论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也是一拖再拖 因为此前呢,周期他提出申诉之后 个人曾经前往到澳大利亚联赛区打球 那么整整过了几个赛季之后 中国篮球方面以及中国篮球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最终结果 这就导致周期的事件一度的被搁置 所以说整个事情也是引起了广泛球迷的讨论 那么对于周期,广大球迷也是抱着比较可惜的一个态度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周期个人实力非常强劲 原本他有能力成为中国篮篮能够去走出去的这样一个翘楚 但是呢,目前由于个人的裁定问题迟迟没有盖棺定论 所以说让他职业生涯显得是非常的命运多舛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 广大球迷也都希望中国篮球能够勇于担责 能够去给出一个后续的结果 让周期未来去强可定 但是呢,就在不久之前 根据国内相关媒体的爆料 却让周期他的裁定情况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反转 这样的一个反转也是让广大球迷大跌眼镜 可以说蓝鞋的风评又是迎来了一个逆转的情况 那么在不久之前 我们看到根据国内相关媒体人的爆料消息 周期呢,其实他目前个人的情况 并不是由体育总局的去裁定 而是由中国蓝鞋方面继续去负责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档口 中国蓝鞋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给出结果 而是呢,鼓励上海南蓝 新疆南蓝 以及周期能够完成三方的一个协商 能够通过自我协商的方式去决定这件事情 那么这样的话 就能够让这件事情迎来圆满的结果 而蓝鞋方面呢,也不需要再去插手进行相关任何的一个裁定了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首先证明呢 蓝鞋确实也是想要把周期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同样也证明中国蓝鞋对于此次事件并没有引起高度足够的一个重视 对吧 因为我们说,虽然周期目前他的事件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周期的事件也代表着CBI很多球员的个人无奈的现状 那么如果说不能在周期这件事情上做出很好的裁定 如果说不能够去勇于担责 去努力的解决周期相关的事件 那么对于其他球员来说 在CBI联赛出现问题 当那么球员和俱乐部产生冲突以后 他们的权利也是无法保证 这样的话确实让那些球员还是有些寒心 让咱们球迷也没能够看到这件事情 蓝鞋方面能够去重拳出击 能够给出很好的一个相关裁定结果 所以在此以后 那么姚明他对于此次事件的处理 可能也会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和质疑 蓝鞋方面的处理方式也是让广大球迷大跌眼镜 咱们也希望周期的事件能够得到顺利解决 我们也希望蓝鞋能够勇于承担 咱们也是等待着相关事件迎来一个最终结果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留到这里 喜欢听之间聊球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讨论体育新闻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